因为菜量够高 所以往后退着迎着你 用空间上来干扰你 福利戴特三分命中 本场比赛的第一个 而且是被干扰的情况下 但是内线对方是有身高优势的 我感觉 福利戴特拔起来 再一个三分命中 哇 真奇啊 这球在篮筐弹了两下之后 还是进了 这一下 拔起来就是一个出手 福利戴特空了 抛头 他有两个毕生绝血 一个是三分 一个就是抛头 曾文宁也是丝毫位 有射程的这样的一个球员 但是这个赛季 曾文宁保持外线不太准 是 命中率只有29 进攻也是看出了整个 江苏队对于雪恒队这一点的投篮 是非常地有打握 马尚布鲁克斯 厉害 呦呦 个人能领 是 行进了一个错位 小小大大 呦呦 我们的镜头刚才对准的是江苏队的队长 毅厉害 这位国手今天从第一节的情况来看应该不会打了 对 这个思路也不能说错 毕竟这个时候没到关键球 要回来这个两分 在后边有可能因为别的错误丢出去 马上布鲁克斯 这个发型就是洗好头 然后开摩托车不带头盔 你开20公里就是这个发型 好蓬松啊 哦呦厉害 这个马上啊 江苏队的平均身高相当的高啊 嗯 哇 真的反对马上 厉害哦 厉害哦 把对方的这次进攻给限制下来 没错 好球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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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防守注意力全部都在明德拉斯和没代替的身上 在联赛的几分榜上面 江苏队现在要力包前六名 保住前六呢 就意味着春节后的第一轮季后在他不用打 所以今天这一球他也输不起 哎 非常的聪明的一次防守 哦 好球 好球 哎 这样的话江苏队暂停回来布置了第一弓呢 没有打成 马上布鲁克斯 哎呦后掏啊 还是盼了 对就马上这样靠着打 面对面这样运不断通过自己的这个节奏 上去去去做突破的时候 是 可能菜凉会防得比较的吃力一些 那个球呢相信要卢尾在那儿可能一定就传了啊 那可能还得让小孟来防 对 哎呦罗汉琛是进攻打的 上海队再次请求暂停 这一截呢上海队目前只得11分 但已经让对面得了23分 哦 卢尾第一下假的 新板好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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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2加1 哦 再看 卢尾这球侧影传的好 拉肚是现在塞尔维亚队当之无愧的首席中锋 对 看看 可惜这次空位三分的没有投进 哦又是反击 马尚布鲁克斯 啊 那我们的双子星弗雷泰特和明德拉斯一个是二一个是三 这个分数确实是不太够 我们在对方形成错位防守的时候 给对方的惩罚做的还是不够 盖了 这直接盖了 还是找寂寞这一点 还是就防不住 先从进攻 先看看进攻能不能稳定入 好球 这段时间蔡亮 分差是14分 看看明拉拉斯 后卫来了 好球 投进了 你确定要挑战我 蔡亮还是一样的点 第三个吗 连个三个三分 好球 二加一 好球 有了 这就是我提到的你要追分你一定要先立足在自己的防守 要防住对方才能可能有这样追分的一个可能 因为上海队从这场比赛的状态来看你的得分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太亮 防马上布鲁克斯 控制动作 哎 这一下太亮呢想造一个想造一个进攻犯规 这是不是故意的吧 要三分 这贪攻了 这一球贪攻了 哇 马上吹的好快 哦 厉害 平抛抛进去的 林德拉斯完全完全的空 三分投中 两分了 之前蔡亮这一节三个三分 点火小老大打无关系 来了 好球上海队 还是有影响的 张道俊好像打不动 蔡亮还是这个点 还是有影响 啊 同样的点 投进了连着四个三分 而且呢 就是对方在进攻回到正常化的时候 上海队顶住了压力 张兆旭各人第五次犯规 蔡亮和曹飞两个人对于这场比赛的重要性 好球 吉姆回来先中一三分 张兆旭也非常聪明 就是先上 哎 呦 吉姆 好球 好球 上海队反超了 双人的一个防守 哎呦 张兆旭这动作呀 好球好球 二加一 二加一 球传的非常的妙 这球传的讲究 对 五花林最后的这个处理呢也很好 放下来再往上举 吴冠锡就到了 你这球就打不进了 手比较冷 哦 哦 对 吉姆尔 好球 三分来了 九十比八十四 对于位置啊还是不够靠近你一脚 看上去 哎呦 这种球一般的小董那球不攻还传的话呢 就很难了啊 布鲁克斯哥来还是还一个 我的妈呀 吉姆尔这球走了四波 菜亮再来 哇哦 哦 顾在自己的怀里抢下来 根本刀不走 留了一圈底线出来 不断的 好球 这球也是惯西的防守注意不集中啊 是是是是是 这球突然就溜到他的房区里边来了 现在内线打不开局面 哎呦 还是能够塔中 九分分扎了 运气也站在了上海队这一边 再看就是吉姆尔之前 惯西这个防守呢太松了 其实他早就应该横提一步 吉姆尔 好球好球 15.9秒快打两分 这球对方没有犯规 哦 先犯规对 全队犯规 接下来可以不断的通过犯规打乱对面的进攻节奏 当然你得分人 蔡亮和张兆旭这两个午饭的队员呢 你就悠着点吧 对 对面换上了马上布鲁克斯 别被吹无球犯规哦 可以犯规了这球 李文宇 莫名其妙吧 你这个球在之前李文宇接球的时候可以犯规了吧 这球为什么不犯规呢 这球为什么不犯规呢 完全是无法理解这样的一个战术执行 正常防防六秒我觉得是没有问题 对啊 活是真的被对方拖到了掐石 我们再看一遍 在李文宇这个位置上面就可以犯规了 或者在毅力第一下接球的时候就可以犯规了 我们固然可以理解 呃 对于今年CBA联赛的竞赛规则当中 可能的 可能的围体犯规的吹罚尺度呢 呃 上海队队员有所顾忌 而上海队这边呢 鸡梅儿其实已经挺疲劳的了 张兆旭也非常疲劳了 鸡梅儿 三分还是能够投机 这三分没辙 马上布鲁克斯 上海队落后六分了 要交暂停了 马上布鲁克斯 中投还是有大分了 投进了 投进了 呃 这个球是三分球 胜利的天平已经来到了对手这一边 张兆旭 呜 这一下 现场有野少 我们听着以为张兆旭被罚下了 呜 马上布鲁克斯 再中三分 十分了 这比赛 难了悬了 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打得不好 可以说 第一有运气第二 的确人家出来的位 空位各方面都打进了 把握的好 马上这边又雪上加霜 又来了一个三分 呃 上海队的队员的心态呢 现在已经是崩了 对 这样的话应该是不打了 这样的话 最后12分的一个分压 价值在 价值在上海队输了 对方12分 非常的可惜啊 比赛结束 呃 其实 其实 该说的一些细节方面的东西 我们在 常规时间结束的时候呢 第一时间都已经说了 呃 今天在落后16分的情况下 后期我们自己 呃 打了以后反超 但是在最后的时候呃 还是 被这个对手呃 追平 呃 我在决赏期的时候 那 我们在进攻的时候 确实是 嗯 没有对方做的好 那今天特别的遗憾啊 这场球呃 两边打的都不错 都非常好 那是最后还是输球了 那 呃 输了就是输了 我们反正认真对待每一场吧 好 好